2月13日,一架满在福建支援湖北前线医疗队应急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包机 由厦门高企国际机场启程前往武汉 这是全国首次包机运送生活物资支援湖北 由下航澳大利亚籍机长迈尔斯韦斯顿直飞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民航系统内不少外籍飞行员暂时离开了中国返回家乡 但迈尔斯韦斯顿得知有运送生活保障物资前往武汉的包机后 主动请英放弃原计划2月份的休假 积极参与航班运行 以安全飞行26年的迈尔斯韦斯顿2018年入置下 如今他和妻子及两个女儿在厦门定居 尽管时间不长 但迈尔斯韦斯顿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他希望能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共同抵抗疫情 此次包机除了6名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外 主要运送的是生活物资及一部分医疗物资 共11吨左右 货舱堆不下 4.5吨的物资不得不对放在客舱里 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确保支援湖北医护人员的生活 无后顾之忧 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后 迈尔斯韦斯顿和伙伴们挥手道别 驾驶着这架特别的飞机奔赴目的地 经过一小时40分钟的航程 包机于当天11点41分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